年輕學子發揮創意 幾位北科大的學生 把對愛護環境的關注力化作創意 帶您來看一艘小紙船 如何變身為消滅並沒聞的工具 每個孩子的童年 都少不了折紙船的美好回憶 這兩艘是我媽媽的 這艘是我自己做的 那你喜歡做玩紙船嗎 那你喜歡 因為它風吹的時候可以飄飄的 把它小紙船吹到其他的對岸去 你的車槓了 收水 拿拖人 當紙船沉著風在池水中航行 如同打開孩子們通往奇妙旅程的 冒險大門 台北科技大學的師生 就把這段兒時記憶設計成希望紙船 把希望滑向第三世界國家 的蚊蟲之身其實對那些 尤其是比較抵抗力薄弱的小孩 像第三世界這個地方 是比較容易有傷害的 對 所以我們都想說 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同時能夠去改善那個環境 粉狀的 只是說粉狀是給那個山龍藥用的 對 它會加水的 我們就能找到 原來紙船不單單只是玩具而已 不平整的紙上這一顆顆的小顆粒 是用來消滅蚊蟲的藥劑 把紙船放到水盆裡 一下子全濕了 再稍微攪拌紙船整個溶解了 一切講求環保 面紋藥還是採用生物藥劑 素麗菌 我們是選擇水溶性的紙 它的好處是 它可以就是選擇時間性去溶解 針對裡面的藥 因為它的紙很薄 所以必須透過兩層去做飽和的動作 所以把藥夾在裡面 研究團隊觀察到 不論是在第三世界盛行的虐疾 或者是肆虐中南美洲 泰國的茲卡病毒 都因病霉聞而起 希望紙船讓小朋友在積水處玩 透過會油會融化的紙船 有效投藥在池塘 溪流 河川各個角落 邊玩邊達到殺死蟲卵的功效 減少蟲滋生 穿它就代表它會油嘛 有些河流的死角 我們去可以透過紙船這個流向 然後去蔓延到那邊 紙船的做法也很簡單 即便是小孩沿著折痕就能完成 如果我們可以 從一個更高的角度先看一下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最常看到的哪些問題 不管是我們國家或者其他國家的 然後我們優先先去克服這些問題 我們讓事情變得更好 就是如果我們覺得這個東西不夠好 那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方式 讓它變得更好 它如果沒有做到位 我們可以怎麼樣讓它做到位 就是一步一步去推演 然後看能不能解決 我們公共裡面環境的一些問題 台灣的年輕學子將創意 用在關注公共議題 讓設計不是冷冰冰的產品 還能幫助人